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佛如如不动以后 这个如如不动的磁场就会带动物质的世间 若能转悟极同如来 所以佛心力有强大的磁场 佛的心的念力有强大的磁场 能够改变物质世界 是因此身体能金刚不坏 因此佛火化以后 就像这个大波内凡经里面讲的 有八万四千颗的色力 还有这个牙齿色力 全身都是色力子 而且佛陀的色力 因为正德的法身还会积极生 诸位没有正德法身的色力子 一般的他不会生 你拜这个色力他就不会生 而且佛陀正德的法身 你拜这个色力他就一直生 因为法身是无相 无相处处向 处处无相 处处无相就处处向 他就一直生 只要你很诚恳 所以不一定是佛陀的色力 最重要是你的诚恳的心 当你的诚恳的心 跟佛感应的时候 拜什么都会生 现在就是要讲到自成恳切了 从事项来讲 只有正德法身的色力 拜了色力他会继续生 现在要出 从个人的羞恥 从天诚心 天诚心来讲 有一个人 拜托一个上司 说你到印度去的时候 或者是来到西藏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找到佛陀的色力 我要清诚的回来供养 这个事情跟这个上司讲了以后 这个上司去处理一些事情 去处理了一些事情 把这些事情忘了 要带佛陀的色力子 忘记了 忘记了 这忘记了以后 他在走路的回程当中 那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 回程当中 去捡到了一只狗的牙齿 那就没关系 就回去骗骗他 回去骗骗他 反正就给他 回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带佛牙色力 说有 我跟你带一只 结果那只狗的牙齿 这个在家居士啊 也很虔诚啊 就放着 很虔诚的拜 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佛牙色力 很虔诚 自称肯借的拜 也伸出色力子 这个问题就来了 要从事项上来讲 必须正得法身 要从虔诚心来讲 虔诚心 以法身相应 以法身相应 所以印光大师说 修行的密解 修行的密解 就是四个字 至诚 恳切的念佛 以阿弥陀佛的法身 最相应 最接近 因为我们还没有正果啊 所以就是自成恳切啊 我们姑且 不论说这个故事 狗设立 这个故事是真 或者是假 或者是人 编出来的 都姑且不论 但是 他有一个殊胜的含义 也就是修行 念佛 持咒 拜佛 种在 至诚恳戒 最虔诚的心中 所产生 唯有至诚恳戒 最虔诚的心 佛法 就会在这个人的心中显现 诸佛菩萨 也会在这个 至诚恳戒的人 心中所显现 所以不要忘记 相就是体 体就是相 所以十方诸佛 入于众生的心想中 诸位你不要忘记这句话 十方诸佛 入于众生的心想当中 所以一个人常常念佛 观想佛像 一个人常常念佛 观想佛像 观想佛像 佛就会来到他的心中 千万不要说 凡所有像都是希望 诸位 凡所有像都是实相 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修行在一念间 就是自诚恳切 自诚恳切 不管你多有修行 念佛就是 非常的诚恳 就是这样修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